由民進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 反身頭髮表決大戰 在國民黨立委集體反制 刻意不出席的情況下 確定進負二族 本來立委發出假動 擺出大陣仗 圍堵藍因反制 沒想到單無人 其實就是為了選舉 因為選舉剩下四十幾天 這個很明顯 如果不是為了選舉 就不用那麼急 不用那麼急 就不用一定要單獨進負二族 那個會期時間也不多了 我們希望今天會經負二族 我們就會照這樣來處理 那國民黨為什麼不進來 我不知道他們的原因 是因為人數不足 還是真的站不住立場 靠著人數優勢率 在選前這個敏感時機 硬是讓反滲透法強度關山 難為要凸顯執政黨阿爸 不願意背書綠色恐怖 全數缺席院會 這是到底的盲場法案 他說捍衛國家安全 這是假的 這是胡弄大家的 主要是民進黨大律 想要去對抗小綠 不斷的希望他們往賭的方向走 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但是國民黨是不希望有這樣子 就是倉促的這種立法 完全不討論內容 有可能就是很容易路人於罪 就在自稱大陸間諜的王立強 接受澳美訪問之後 民進黨25號就突然拋出 反滲透法強硬闖關 預計將在31號加開院會 立拼本會期就能三讀通過 被藍茵質疑這就是政治考量 民進黨的反滲透法純粹是為了要打選戰 要來羞辱國民黨用的 民進黨團版本的反滲透法草案 民進不得接受滲透來源的指示 委託或資助進行捐贈政治現今 甚至影響選舉 也不得進行遊說或以強暴脅迫 及其他非法方法擾亂社會秩序 國民黨團則祭出反併吞法草案 作為反制 反滲透法將進入朝野協商一個月冷凍期 預計將在年底重啟藍綠攻防 簡陵線的非生日消財報道